你到底是不是因为前任的问题 不要不要给我扯懂扯虚的 你这什么情况 你这说什么呢你 反正我大保证能做人谈谈 我你要是因为前任 你跟他这些一起做的舍不得 你就直接要让跟我讲 不要扯什么什么员工 这个员工那个员工 员工你都已经亏了一年多了 对你也给他们机会了对不对 不是说不是说你一亏损 你就把人家给提掉了 是不是你也给他们一年多的 说找工作对不对 已经给他们一年多了 是吧亏了这么一年多了 已经够了还要一直亏下去 你少养一点 你还不是得请人对不对 你养这么多 你少养个五十只一百只 你还得再请阿姨 你不亏了更多 你少养一百只 又少卖了一些 这样等于说亏了更多 有什么意义呢 你直接就不干 鸟就卖全部卖了 阿姨也吃 在你看来那个鸟就是一个生意 对不对 那它在我看来 它是一个宠物 它是我的一个陪伴 好不好 家人我都想笑 宠物 有人 有人养两百只鸟当宠物的 我都没见过 那我觉得它就是宠物啊 两百只鸟当宠物的 你搞笑吗 哪有人养两百只鸟当宠物的 你要是有的人喜欢 那我就把它卖掉 然后剩个五十只当宠物 可以不可以 五十只你照顾得了吗 你还是得请个阿姨再去照顾我 那就让那个阿姨继续照顾就好了吗 她有份工资 是不是挺好的吗 不是啊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是因 你到底是拿这个什么阿姨啊 员工的问题当借口还是 我知道你这跟前任一起一样的 你到底是不是因为前任的问题 对 后面 后面阿姨说 对 你年那么大了 不是我小心眼 你要 你要觉得啊 这个是前任一起做的 咱们 你 你 很舍不得 有个回忆 那直接跟我讲嘛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的 我很坦荡的 我要是对 对谁 对前任有怀恋 我直接跟你讲了 你不要生气 你慢慢说好不好 我慢不了 我说话就是这么快的 是不是加勒文 我说话就是这么快啊 你诚实跟我讲 你到底是不是因为前任的问题 来 你还跟我讲 前任什么 对你好 造什么 再生父母 恩能呢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你不是你以前自己讲的嘛 你现在 现在还鸟都说了亏这么多了 你还不舍着卖 哎呀 我觉得做人就直接一点 你直接跟我讲就好了 你要因为钱了 你直接跟我讲就好了 虽然说咱们现在在一起 也 也还没结婚是吧 也不是不可以分开的 对不对 你直接跟我讲就好了 没事 你直接讲就好了 下来说吧 不下来说 就在直播间说 有什么好 好回避的呢 直播间阿姨都看着了 他们都是我们的干爸干妈们 他们也为我们着想 也很关心我们生活 对不对 家伙文 我心也小吗 我觉得我心也不小 赔钱干嘛要干啊 还干那么多 我们没见过喜欢宠物爱宠 当宠物的养个200只 吓死人了 200只进去 那吵 那声音吵得嗡嗡叫 那不是有人养吗 我让你去打 有人养 那等于说是阿姨的宠物 还是你的宠物 你的宠物你不养 你不照顾 你不去看 你这叫养 那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你跟他的回忆 你还扯什么 扯什么 你什么喜欢宠物 你喜欢宠物你一个月 你不得天天去看他 你一个月看过几次 一个月你就看了吗 一次两次 你又说 你又说是因为是我的回忆 我跟前任的回忆 所以我才去 养这么多鸟 你不要生气 你又说我一个月 都不去看一次 你不觉得你说的话 都自相矛盾吗 如果我是怀念过去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天天和他 这些鸟在一块 你也知道我一个月 我都不来看一次 对不对 我就是觉得 那怎么说是条生命 我怎么能给他放了扔了吧 对不对 我跟你说阿姨们 扔了更好 扔了就不用请员工 不用粮食 你不要这样讲话 怎么不要这样讲话 那是条生命啊 什么叫扔了呢 他扔了呢 放生 他自己会去炒 找吃的 找食物 人家活得更自在了 在你鸟的笼子里面 天天关着 人家气死我了 人家还觉得束缚了 我要是小鸟 我都想飞到自由自在的飞 对不对 是不是家伦们 飞出去自由自在的多好啊 天天关在鸟笼子 这么小的空间 吃也吃不到 想吃个野生的 想吃个活的 想吃吃着啊 吃着啥 你能不能听我说 可以吗 我说要供奉吗 回归大自然 有吃有喝有玩 有风景 多好啊 你要是不想听我说话 你要是 你说吧 纯粹的吐槽大会 我不是吐槽 那你就吐槽 我就不说了 你也没有必要叫我回家 对不对 我在外面该忙什么忙什么 会还没开完呢 我事都没处理完呢 就跑回来 你还说什么 十分钟不回来 就怎么怎么样 你你你回来你是来跟我沟通的还是 你进来 今天晚上就是来给我开一个吐槽大会的 咱们俩能不能好好沟通 可以好好沟通 好沟通 我跟你讲 我刚才在车上 那个阿姨给我打电话 哭得要命 然后那个小飞也是 两个人都在那里跟我说 给他少开一点工资 他们也不想走 因为跟我时间很长了 然后还有叔叔阿姨 我跟你们说这个话 你们可能体会不到 那个阿姨年纪很大 今天很多人看了视频都说 唐刀你不要用它了 给自己添很多麻烦 但是那个阿姨 我跟你们讲一个是什么情况 那个阿姨 他的孩子现在在珠海工作 就他的儿子跟他儿媳妇在珠海工作 然后家里面两个小孩 就是他跟叔叔有两个孙子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叔叔跟阿姨 是跟他儿子跟儿媳妇住在一起的 但是他儿媳妇说 跟这个叔叔阿姨处不来 然后就给他脸色看 没有办法 这个阿姨跟叔叔就出去找房子住 但是 住的这附近的房子都挺贵的 他们几千块 他们也不舍得租 当时他就是一个保洁阿姨 然后来家里面跟我聊天的时候 说起了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挺可怜的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就说 反正我杨咬这边也要请人 请年轻人也是请 请一个年纪大的也是请 关键我这边房子比较多 他也有地方住 所以他后面他就住在我这儿 又可以杨咬 然后又不用再租房子 还有一份收入 现在就是他儿子跟他儿媳妇 不想让他回家 知道吗 如果我不用他的话 他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是觉得挺可怜的 而且家人们你们知道 就是 当时我其实他来住的时候 我是有顾虑的 因为我自己也很清楚 因为叔叔跟阿姨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要跟你儿子跟儿媳妇 说清楚这件事情 你要来我这里住的话 咱们得签个东西 是吧 万一要有什么事的 这个事情责任不能在我 然后当时他儿子跟儿媳妇 就直接打电话给我说 签什么东西都可以 反正就是意思是 他爸他妈就是要在我这儿 就是他就是不愿意让他 爸他妈过去他那里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这个叔叔阿姨 确实有点可怜 你知道吗 他儿子不想让他父母过去他那边 对呀 他就是 那他当什么儿子啊 真的是 但是现在 这个这个儿子也太不孝顺了 你跟我说是这样的 我现在给小鸟和给这个 叔叔阿姨租的这个房子 都是到今年年底才到期 大宝也就是说 就算我们现在不养了 这个房子空着 也是到年底才能退租 他的意思是说 这几个月 哪怕他少要一点工资 至少他们住在我这儿 住到年底 然后他们再找房子 因为他在住话找一个房子 一个月房租最起码也要三四千七 对吧 他现在等于是他不赚钱 然后他还要再交一份房租 确实对于他两个老人来说 压力太大了 那我那你这样说 你说的 我很体谅很谅解 这个阿姨不容易 是吧 是吧 儿子也不管 对不对 咱们说句公道话 儿子也不管 是不容易 那就马把鸟卖掉 房子免费给他住 那个工资咱们不发 自己找份工作 不可能一直这样养下去的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咱们到年底 是吧 你房子空在那里 是空在那里 你房子一个月 一万多已经给出去了 你 你到年底 你反正你这个钱 这个明明已经花出去了 对不对 然后我的意思是 我也不是说这200只 我一定都要养 对吧 我们可以出一部分 因为有一些小鸟 就是有个 有个几十只吧 三四十只 确实是跟了我好几年 不要再讲这些理由 骗我的不信 明明就是因为前任的问题 干嘛要连 为什么非要跟前任 扯在一起呢 第一你看 比如说 我在这里养一只猫 养一只狗 我家里面养这些东西 确实我经常出差 我家里面这些动物 是不是我也要找人去照顾 我也在找阿姨 对不对 但是你说 难道因为我经常出差 一个星期 回不了一次家 然后才能抱一下 那个小老虎 难道他就不是我的宠物了 我就要把我的宠物卖掉吗 我觉得花这点秘密 不算什么 小老虎就一只 你那是两百只 关键这个秘密 我觉得我负担得起 大宝 明白吗 我在没有认识你之前 我一直是这样过的 我也没有 那是你跟前任在一起 我没有跟前任在一起 我也是这样过的呀 那是因为你跟他 有回忆 他是你的恩人 这些是你跟他一起弄的 你很感恩他 是不是 什么叫我跟他一起弄的 是因为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小鸟 然后他只是帮我照顾了一下 跟他有什么关系 然后就是这些鸟 跟他有感情 跟你有感情 这些鸟就是你和他的回忆 是不是 那你的意思是 那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跟前任在一起 住过的房子 然后拿过的东西 开过的车 我是不是都要卖掉 没有啊 按照你这个逻辑来说 不是我不是说按照这个逻辑 那你 你这种都是亏米的 你干嘛要一起去弄它呢 本来是每个月都亏米 什么叫亏米 你也是个生意人 我觉得这不是生意 你一直在跟我谈生意 这不是生意 我在跟你谈感情 你跟我谈 我现在跟你谈的是感情 这个宠物对于我来说 是有感情的 它不是什么生意 我就从来没指着 这个鸟来给我赚钱 你是把它当生意 那你养个五六只就可以了 哪有什么 养个宠物养个几百只的 你还说这是养宠物 那么多鸟看得过来吗 明明就是你跟它 一起弄的回忆了 你还死不成呢 那我已经答应你了 我把大部分的都除掉 剩下小部分等年底 等房子刚好也退租了 然后也让那个阿姨 她有一个时间去缓冲 包括小飞今天打电话给我 也是她没有地方住 你知道吗 他们都没有地方住 我不管我要走 我不管 好好坐着说话 你干什么呀今天 气死我了 我不伤 养几只就行了 我不知道这几只小鸟 是哪里招惹到你了 小鸟没招惹我 是你这个里面招惹到我的 你这个回忆招惹到我 小鸟我觉得挺好的 小鸟你放飞掉就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小鸟放飞是活不了的 它是人工繁殖的 它不是外面跑的麻雀 什么别的 那你就 放掉它是会死掉的 那你就卖给别人 卖给什么同行 什么让它收走 那你也看了 我是不是从昨天开始 那些小鸟我已经在卖了 我不是说一只没有卖吧 从我跟你说了这件事情 就是一直在卖 只是我的意思是 咱们不要卖完 稍微留一点 留一点可以啊 五六只 十只够不够 十只够不够 十只够完的了 是吧 每个品种留一只 十只已经够完的 你还要留什么 每个品种留一只 就要留四五十对了 知道吗 我肯定不可能 每个品种都留一个 各种颜色留一个 怎么样都四五十只 哪有人 哪有人真的养个女孩 我不用你养 大宝 咱们俩在一块 第一小鸟不用你养 有阿姨去照顾 第二 这个费用我能承担得起 你不用担心 不是这个费用 你真的 我又不用你操心 又不用你动手 为什么你就这么接受不了 我养两只鸟呢 你那是两只 你要两百只 姐 两百只 气死我 两百只 跟我说两只 什么两只 你要是养个 十只 二十只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 可以说得过去 你每个月赔个两 两三个W 在你 你是那种很挥霍 很浪费米的人吗 你不是 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管了太多吗 我只有管了 对吗 就因为跟前任有关系吗 你为什么一直提前任 我真的是服了 就一个小鸟 你不要被带节奏好不好 我本来就这么想 我本来就这么想 我本来 我本来还 我真的 我本来没这么想 我以为真的是她的爱好 那我跟她分析问题了 你说 咱们已经亏了一点多了 已经够可以了 不要再亏下去了 我跟你在一起 之前这个鸟养得好好的 我亏得很开心 我就是看见她 我就 我就觉得挺好的 就是我的一个宠物 看见她 就像看见前任一样 是不是 你为什么这样讲话 你非要往一个人身上扯 干嘛 看见这些人 看见在一个前任 难怪这些 有些家里面都是 都前任上 我都舍不得的 我已经跟你说了 家里面的衣服 是我爸爸的衣服 杯子也是 那谁知道 我自己买的杯子 然后你看到那些东西 都是我自己买的 或者你看到男性的东西 都是我爸爸的 你为什么 不要说是前任的 我怀疑我这件衣服 是不是前任的 真的是 脱了脱了 算了 等一下再脱 你为什么要穿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弄脏 没衣服穿的 对啊 你穿我的衣服 你为什么还要说 是前任的衣服 你在开什么玩笑呢 不说 我不说 我不说 你穿着我的衣服 又说是我前任的衣服 你是在搞笑吗 反正我就不希望 你想想想 你干这种亏钱的 亏钱的事情 你不要说爱好爱好什么 你现在告诉我 你到底是觉得我是亏钱了 还是你就是觉得 这个 这个小鸟前任帮我养过 你心里不爽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不是一直在说吗 我跟你讲 我实话 我实话说 我不是冲动 我实话说 一开始我是因为这个米 我因为你在一直亏米 我觉得不妥 已经亏了一年多了 已经够可以了 不妥了 是不是 但我现在真的 我觉得 你不卖 就是因为这钱 所以我 你为什么觉得 我不卖就是因为前任呢 你一直 你从哪里感觉 我不卖是因为前任 咱们说话 讲道理 好不好 大宝 咱们说话 讲道理 我很讲道理 我是讲道理 你从哪里觉得 我不卖一个小鸟 跟前任有关系 你是怎么扯到前任身上的 事实是不是 这些是前任跟你一起弄的 是不是 事实就是我喜欢这个小鸟 只是前任帮我养过 那就是一起弄的 对不对 怎么就叫一起弄的 就好像我现在喜欢小老虎 你陪我一起养一只猫一样 怎么的这个猫就是你的了呢 就是这小鸟都是我买来的 因为你是我男朋友 你帮我喂了两只 你怎么跟我说一下 这个鸟到底是前任 怎么跟他弄的呢 我都忘了 之前他在直播间讲过 我忘了 家伦你帮我回应 你帮我回应一下 那个940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什么易老板在心里 你在那乱点什么鸳鸯谱呢 我真的是服了 不要在我直播间谈一狗 滚出去 去死我了 谈一狗的都滚出去 我没有心病 我刚才我实话 我跟家里面实话讲 我一开始就是因为 这个米的问题 我不是因为我不是说因为前任 我所以我在不要他干 我单纯的是为了米 但是他一直迟迟不卖 所以我就怀疑他不是因为米的问题 不是因为员工问题 是因为前任的问题 我很直接 我把我心里面的想话 我很直接的告诉大家 你是因为觉得 这些小鸟我不愿意卖 所以我这么舍不得 所以你觉得 从你的分析来说 是因为前任的原因 对不对 对 不然我不会如此坚持 对吗 因为你心里面一直记得他 你就是很感恩他 对不对 这是你自己说过的 不是我说的 我感恩他跟我养小鸟 有什么关系 养小鸟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为什么感恩他 为什么一直记得 之前的事情了 为什么还记得 这个这份情了 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 而不是在一起 无论是这么久 有相互有感情了 对不对 也在一起了 你还在 我们都在一起了 你还在我面前说他他他他他 我心里能舒服吗 你还在我面前夸他 你还在 我现在就说他了 你现在不说我就说他了 我都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还在我面前提他 还提他的好 你都知道 对 我事实 我就是没钱 没房 没车 你都知道 我自己很焦力 这些事情 我很想 我尽快的赚到米 是不是 那你还要在我面前 泼我冷水 我没有泼你冷水 代表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你冷静一下 你听我说 我不卖鸟 给他们一点 不要你不要 不要碰我 我要求过分吗 我就希望 躺狼心里面有我 不要再提过气 不要再说别人 我没有提 说钱人的好 你那上次在直播 你就提了 我我气的不行 要不是家人们 分享给我 你今天干嘛 要非要提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 不要提钱人好不好 我不提钱人 我今天就是因为 你的小脸的问题 我才说 我才 我才想到钱的问题 你一直你坚持 不是我想多了 跟钱人没有一点关系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 是因为你 是因为 小飞没有地方住 是因为你怕 伤害到我的自尊心 我穷 没本事 你怕伤害到我 所以你不愿意 直白了当的跟我讲 是不是 我 我虽然 我 确实我实力不够 但是我 我能接受 我能接受得了 我这份现实 你可以直白 你心里面有他 你直白跟我讲 你不要 就心里面 有他 你又不处理 不处理干净 下了下了 不说了 其实 你听我讲 我要走了 我要回去了 你到底办不 以后再说吧 明天再说 明天说 我困了 不说了 哪有人天天干亏米的事情 加到加他们 每个月让你们亏个两三个W 谁愿意 马爸爸这么有钱他都不愿意 我跟你讲 所有 又不是米多人傻 所有米多人傻 喜欢动物 十只够不够 二十只够不够 两百只 一百只 我说了可以卖掉 卖掉你还要 剩一点 还要剩 剩那么一百 一百只 然后还要 还要再 请个员工 请个阿姨 还要租着房 我们这样 我们让那个小飞 跟那个阿姨 跟叔叔 他们干到年底 行吗 因为房子 确实到年底 才到期 已经干了一年多 你还要干到年底 你就说好 行 你就说亏米 不差亏这一点了 你可以帮别人一辈子吗 我帮到年底 我为啥要管他呢 我是他男朋友 我心里面爱他 我要替他着想 当然如果说 因为那些鸟 是因为 是钱人的关系 他舍不得 那我没话讲 那我没话讲 那我 我闭嘴 我闭嘴 如果说因为这样子 他跟我说 因为钱人怎样 是他们的回忆 我闭嘴 我一句话我都不讲 但是我觉得 因为米 我觉得没必要 你都养他一年多了 你都养他们一年多了 没有必要 已经可以了 房子你说到年底 签到年底 那你就给他们免费住到年底 够仁慈了吧 对不对 够好的了吧 我也是很心疼 很心疼阿姨 所以我觉得 免费住啊 没问题啊 免费住啊 既然咱们有房子 免费给人家住吧 对不对 那干嘛要一直亏迷呢 我就想不通 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亏迷 所以我觉得 根本不是因为员工 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根本不是因为员工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 你觉得一个月 亏个一两个W 然后去养个宠物 不是一两个W 两两 两个多W 两个W 不是一两个 你要说